三打白骨精 一天,师徒几人走到一个山高凌深的地方 大家的肚子都饿得咕咕叫了 于是,唐僧就让孙悟空去找点吃的来 在这荒山野岭之中,食物真不好找 只能到远一点的地方去 可是,孙悟空又怕妖怪会来 就对猪八戒和沙僧说 我不在的时候,你们可一定要照顾好师父 猪八戒和沙僧连连点头答应 孙悟空这才放心离开了 谁知道孙悟空没走多久,白骨精就出现了 那个妖怪坏得不得了 最喜欢变成人的模样,到处骗人 他远远地看着唐僧,高兴得要命 心里嘀咕着 听说吃了唐僧肉能长生不老呢 白骨精越想越高兴,恨不得马上把唐僧抓来吃了 但猪八戒和沙僧都在旁边守护着呢 轻举妄动可不行,只能想个办法 于是白骨精就摇身一变,变成了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孩 手上还提着一个装食物的罐子 跑到唐僧等人的身边,娇声娇气地说 我这里有一些米饭,你们要是饿了就先吃点吧 嘴馋的八戒听得口水都落下了 高兴地接过罐子,准备吃东西 就在这时,孙悟空回来了 他一下子就认出了那女孩是白骨精变的 赶忙大叫一声 妖精,打死你 说着,抡起金箍棒就朝白骨精头上打去 白骨精趁机化作一缕青烟跑掉了 将一个女孩的假躯壳丢在地下 唐僧看见躯壳,认定孙悟空打死了一个人 非常生气 这猴子太无礼 这明明是一个人 哪里有什么妖精呢 孙悟空也不跟唐僧争辩 默默地将罐子里的东西倒出来看 里面哪里有什么米饭呢 只是几只丑陋的癞蛤蟆 青虫,满地乱爬 只有妖精才吃这些东西呢 唐僧这才半信半疑了 再说那个白骨精 这时正在云端里气得咬牙切齿呢 他恨死了孙悟空 又不甘心没吃成唐僧肉 于是又想了个办法 我再变成一个老婆婆 这回一定要吃上唐僧肉 于是他又摇身一变 变成了个老妇人 手里还拄着一根拐杖 一步一声地哭着走来 火眼睛睛的孙悟空一看 还是刚才那个妖精变得 举棒就打 白骨精只能再次逃走 将老婆婆的甲躯壳 留在山路下面 唐僧见了 以为孙悟空又打死了一个普通百姓 生气地念起了紧箍咒 疼得孙悟空在地上直打滚 哀求道 师父别念了 师父别念了 他真是个妖怪 唐僧见孙悟空难受的样子 也不忍心了 就停止了念经 但怎么都不相信孙悟空的话 还警告说 下次要是再伤害无辜的人 我可饶不了你 再说那个白骨精 虽然两次计划都失败了 但还是很不甘心 第三次又变成了一个老爷爷 孙悟空还是一眼就看出了 他是白骨精变的 再一次抡起了金箍棒 把老头也打死了 这一次善良的唐僧可真生气了 坚持要把孙悟空赶走 懒杀无辜 我没有你这样的徒弟 你走吧 别再回来了 孙悟空知道 说什么 唐僧也不相信 打死的是妖怪 只好独自一人回花果山去了 不过 这次白骨精彻底地了解到 孙悟空的厉害 再也不敢化妆成凡人 接近唐僧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